房子面积大就一定好吗 呈现80多万到90多万投资房 看房实录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纳渔夫工作室 周末我们帮客人远程看房 看了四套呈现80到90多万的房子 其中有一套房子非常好 越看越喜欢 首先介绍给大家 这套房子开价97.5万 四房三位 室内面积1693平方英尺 HOA276每月 建于1997年 挺好的 挺可爱的 这个房子 这个三大局越看越喜欢 99万啊 嗯 这一路有二时代独立威鱼啊 哦 那功能性很强啊 就是多少平址多少面积 就是很当日的那个面积 对 虽然是condo 但是门口车库门前可以停车 还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小侧院 又是编户 私密性很强 这套房子格局特别好 一楼有卧室和可以洗澡的卫生间 二楼两个次卧 共用次卫 主卧自带主卫 房子光线很好 格局也很流畅 布置以及装修也非常有品味 是一套非常有味道的房子 越看越喜欢 这房子真的很好 真不错 四房的吗 你把发在裙里边也好 而且它有味道 下味道 你看这是个弧形 它有细节 感觉 好看 装饰的也好 另外 这套房子在我们看房后的第二天 就很快被卖掉了 这也是个主动 第二套 96万 三房2.5位 室内面积1581平方英尺 半个卫生间的光线 老外就是这种光线 老外就是这种光线 不老外他就喜欢这个 老外真的他就喜欢这种 真的老外他就喜欢 这今天这个楼梯也不舒服 不舒服 不舒服 光线是有一点 中国人不喜欢 中国人不喜欢 嗯 没有刚才那个人 但是老外也喜欢那种风格 你看在光线他能接受老外 这套房子楼下没有卧室 只有一个半位 整体装修比第一个稍微好一些 二楼格局比较紧凑 两个次卧共用次卫 主卧带有整卫 这套房子一楼门口的楼梯 比较遮挡视线 光线也不适合 更好 这房子装修的比那个好 装修比刚才那个好 这就是光线 这房子就是光线 房子小一些 这只有三房2.5位 刚才那个是四房三整位 第三套 9153房2.5位 室内面积1980平方英尺 HOA243一个月 建于2004年 这套房子和第二套类似 一楼没有卧室 只有一个半卫生间 同时布局比较拥挤 不够宽敞大气 二楼两个次卧共用次卫 主卧自带独立卫生间 第四套 这套房子一楼功能性也稍显不足 一楼没有卧室 而且光线也不好 房子中间部分比较黑 不够敞亮 隔组还可以 楼上 楼上楼下其实隔壁都不错 就中间有点黑 这个地方是很黑的 刚才那个屋也是这个原因 你看它四周全是房间 当然要它的灯光 不是灯光 光线是纳在房间里边的 所以它房间不安 刚才那个也是这种 格局还可以 这个房子的缺点就是中间黑 一个二楼的中间黑 楼下没有卧室和卫生间功能 总结一下今天的看房 好房依旧稀缺 四套房子里只有第一套可圈可点 可以纳入考虑范围 而另外的三套condo 价格比这套相对低一些 但是一楼都没有房间 只有一个客用的卫生间 不能洗澡 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 房子中间部分比较黑 特别是楼梯和洗手间部分 房间的光线相对较好 而公共区域看起来 就没有那么敞亮 另外其中一套房子也是编户 面积还比第一套大300尺 但仍然一楼没有房间 公共区域比较黑 这就再次说明 买房子面积大没有用 一定要好格局 如果一味追求大 可能就会掉进坑里 最后 如果您也需要房屋买卖 出租管理 美国合伙买房服务 可以在描述栏 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加入我们 让您的美国房产投资 一路平安